阿里山花季3月10号即将登场 对此嘉义林馆处从台18线66K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路段 在花季期间的历假日及廉价上午6点到11点 管制小客车通行 民众可以在乐野服务区转乘接驳车 也预期每日平均会涌路3000到5000名游客 整个花开这样子从最早的樱花 然后现在八重一 然后对到阿里山的那个樱花都开得很好 对做生意的或是对部落来讲 都有蛮好的一个就是假期来讲 也许是一个可以赚钱的好机会 嘉义林馆处表示为了治疗樱花醋叶病 从108年开始就委托数医专业团队进驻 醋叶病的控制已达八成以上 花苞的数量也逐年增加 今年花季游客将会看到更多樱花绽放 今年我们也有发现说樱花它的初业病已经恢复的蛮好的 大概控制都有达到八成以上 我觉得治疗的成交都有达到八成以上 那花苞也已经开了一万年 就是一年来还要多 预期今年的开花量会比前两三年的都要来得好 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内总共有31种樱花 花季期间将会逐一绽放 一直到4月份民众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樱花美景 原来新闻能不能够加以阿里山采访报导 阿里山采访报导